由非洲南部8个地区返港的香港居民 头7日不能在酒店隔离 必须要在竹高湾检疫中心 因应非洲南部出现Omicron变种病毒 继禁止去过非洲南部8个地区的非香港居民入境 政府凌晨起再收紧入境安排 由南非、博茨雅纳、斯威士兰、莱索托、马拉维、莫桑比克、 南美比亚和津巴布韦底港的香港居民 要先去到竹高湾检疫中心隔离7日 每日做病毒检测 由医护人员监察健康 之后再去到检疫酒店隔离14日 期间再做4次检测 抵港第26日要再去到社区检测中心检测